即是我有欺負他們嗎? 你有沒有想到整體 為什麼每個小孩都會有這麼負面的想像呢? 會否是社會或者他們身處的環境 即是不能夠培養他們很正面地看東西 或者是我們的社會太多悲觀情緒 一來可能真的整理不好 二來可能真的大家覺得有機會有限 譬如可能找工作 你又真的見到那些哥哥姐姐不知不知道有失業 又見到有食事生下去領中門 即是會不會是太多這些例子 給一些太小孩一堂的人覺得 好像未來真的不知道怎樣 所以就整個情緒 整個個性就這樣批養起來覺得 連個訪問 小小的訪問都覺得是很難約 不成功那樣呢? 其實訪問我想是一個例子 即是如果你講到說找工作 其實我想那個惶恐 還有那個擔心是更加大 但我有時候我不知道 即是可能我自己是Q 即我就會覺得 其實整個社會 現在真的很多事情 告訴你 是沒有機會的 但是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如果你都認同了 你就輸了最後一步 即是如果社會的情緒 是很悲觀 從小到大 你面對的都是一些不安 那你就是唯一一個不不安的方 你就跑出的了 即是其實有些事情 是不是心念一轉 其實就已經幫了你了 為什麼這麼容易呢? 哈哈哈哈 我心念一轉 好啊 Gün 好啊 你 希望吧